網路直播主面對鏡頭 秀出一塊塊的金條 仔細介紹金式種類價格 要讓網友買得安心 因為不少人喜歡買黃金 當作收藏或是投資標的 一條又一條的金像鏈 擺在桌上 直播主周先生 12年前靠網路平台起家 販售各式產品 因緣際會下接觸黃金買賣 直視銷售過程中 他也坦言曾經聽見 有人在賣假貨 網路上的黃金售價 因為省下房租人士 還有通路成本 和實體銀樓相比 價差可能會高達10倍以上 網路絕對是最弱勢的 我們價錢永遠開不高 因為開高了就沒有人願意來 因為他們也是冒著 會害怕的風險 然後來找你的 所以價錢肯定都比較不高 典移到差不多一兩千台幣這樣 選購黃金比一比 雖然實體銀樓販售價格高 但是售後會提供保證書 以及工會組織的第三方證明 至於網路商場 因為價格低 加上僅有凱立收據 和官方銀行證明 恐怕也會讓假貨充斥其中 工會強調以台北市為例 每個月都會定期檢查 銀樓販售的黃金蠢度 但網路通路就沒有這種規範 不論民眾在哪購買 還是貨幣三家才能買得安心 近新聞多往中訓才不到 立刻下載進行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近身近美 近好新聞